阿及總統選舉正在進行第二日,也是最後一天的投票 預計前陸軍參謀長塞西將會當選總統 阿及總理馬克拉布在星期二宣布將星期二定為全國假日 以便更多人參加投票 正式點票結果在下星期才可以揭曉 但公眾廣泛認為塞西很可能贏得選舉 參加今次總統選舉之後兩名候選人 另一個是左翼政界人士薩巴希 在塞西主導之下,埃及軍方在去年七月霸絕了穆爾西總統 從而引發穆爾西所屬的穆斯林兄弟會舉行抗議 軍方對抗議者進行暴力鎮壓造成超過一千人喪生 當明穆斯林兄弟會領袖被拘捕 塞西說這個伊斯蘭組織在埃及沒有前途 穆斯林兄弟會號召埃及民眾抵制選舉 聲稱今次選舉是非法 科技人士薩巴希 似乃